我来关心家旗市的消息 在家旗市长陶仙台市委担任 重要政策的家旗市铁路国家法建设 先级港町第一标 C6控疫临时轨拖减港町 去年12月21号挡港 进行更久既增的持组 陶仙台日前 特别交港町视察 了解到临时轨的拖减港町进度 以显示 铁哥港町就参照你穿衣 改衣 难度不穿 也是要拼入旗入旗的完工 既台到年来完成开用的目标 港医市区铁路国家法家卫生级港町第一标 C601林氏区投减港町 在去年12月21号 由副总统丹建仁主席党一号 丁区公共去争设 市长头新台在日前市彩港町 特别高约在市府当年和市港团队继续务 一定会计划在9年 直到万港町用的目标 把这个加益人 已经期待很久都要认真来做 那工程当中的认真性如期如数 那我们是这么大的认真来向市民说明 以及减少余力 减少到刚刚一起做好好的安住 这是我们的 大概算我们最想要做的是这样的 我相信应该会这样做 再加上嘉义士林 就民主是羊羔 嘉义士林期待已经很久 应该比较不会像台南 台中一样产生一些阻碍 隔天就在港出这次 我曾江亿站北平 林氏区投减港町市港 政党正在进行到 更加基增事作 以至六月分下旬 可以完成到基增作业 接触事作更方针 交代基增 更生行人 当头像丁丁的作业 整个第一边 林氏区投减港町 已经买在18.08年的四月底一旦完市 另外 已经在今年九月分发报 破碍六丘 团林氏区投减港町 主要港町的用方法有 破碍六丘 日划改革 破碍六丘 任行六丘改革 虽然六丘处 林氏区投减港町 虽然六丘处 百水改善 代替国村 站在丁丁的港町 每年四港 期间破碍六丘中 沦流风路四港 行行四串的 会减为两串的 为此同乞 世心新闻 王小山 跟他一起 彩虹报道